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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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著廣場的四周 你還在我的懷裡躲風 不習慣念不悠衷 沉默如何能讓你動動 此刻與你相擁 也算有始有終 祝福有許多重 心痛卻盡在不言中 請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再痛夢非我狼狽退出 再痛也不說苦 愛不用抱歉來彌補 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 請記得你要比我幸福 才值得我對自己殘酷 我默默地倒數 最後再把你看清楚 看你眼裡的我好模糊 慢慢被放逐 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 別管我遠不遠 別管我遠不遠 孤步孤獨 都別在乎 請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再不枉費我能被退出 再痛也不說苦 愛不用抱歉來彌補 愛不用抱歉來彌補 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 請記得你要比我幸福 才值得我對自己殘酷 才值得我對自己殘酷 我默默地倒數 最後再把你看清楚 看你眼裡的我好模糊 看你眼裡的我好模糊 慢慢被放逐 靈靈不相信童心家裡鬧鬼 於是協同靜忠來找童心 靜忠起哄 要請蝶仙來一探究竟 調皮的阿燕 則以各種答案回答問題 當童心問到家中是否有鬼 阿燕的回答更是語經似作 令眾人害怕不已 為了不讓童心受到傷害 靈靈要童心立刻搬家 童心依舊不以為然 直到阿燕現身在她的面前 童心極增美 才真正明白 這個世界是真的有鬼 阿燕說出了她生前的遭遇 令童心極增美一舉同情之淚 靈靈則認為 就算作為一個鬼 也要有她的用處 於是她說服童心 讓阿燕來幫助童心畫畫 在靜子的敘述中 庭文來到了她前世命喪黃泉之地 也一路追查到阿燕的魂魄 確實藏身在童心的家中 她更在童心措手不及的情況下 來到童心的住所 阿燕雖然再次躲了起來 但是庭文的出現 勾出了阿燕悲慘的身世 阿燕更指明 庭文的前世就是賴永昌 也就是當年讓她 死無葬身之所的兇手 你探錯人 不是什麼永昌書 是啊 那是我姐夫 她叫許庭文 阿燕 其實你真的不用這麼害怕 既然是我姐夫就不是外人 每次你這樣躲躲藏藏之 也不是辦法 乾脆 我們就一五一十老實告訴她 不要騙她了 不行 永昌書會嚇我 永昌書會嚇我 你都已經死了不是嗎 他怎麼殺你呢 何況你說的永昌書 我們不認識 怎麼知道 他跟許庭文有什麼關係 永昌書是我的親父 哪一天我媽媽不在家 永昌書喝了酒 要欺負我 我一直求你 一直求她 我一直求媽媽 媽媽不在家 所以她強姦了你 我不知道 我死了 我不相信被阿拉斯 還是嚇死的 我只知道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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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 然後她就把我丟到神醫森裡面 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全部都被攪散了 我的鬼魂 被拘移在那水泥車裡頭 水泥 水泥被蓋成房子 這幾年來 我一步都不敢離開這個房子 我每一天 每一年我都在找我的身體 我的手 我的腳 我的絕部 如果找不到絕世 就不能淘汰 我想要有絕世 你看我媽媽 我想我媽媽 我要找我媽媽 她把你害得這麼慘 不想報仇嗎 我不想 我一天都不想 我只想要去找我媽媽 媽媽 我要找媽媽 我要找我媽媽 媽媽 媽 好想你 媽 媽媽 她不哭了不難過了 現在你就可以去找你媽媽了 身體不都全了嗎 我沒有適應 你是說你的身體裡面沒有 空 沒有心 心碎了 走不去 走不去就不完整 不完整就不能投胎 不能去找媽媽 現在賴詠超我出去 她一定不會讓我去投胎的 可以見得賴詠超就是許婷文 我知道 是她 她是先投了財 可是不管家賺幾世 我都記得是她 你這樣說對她不公平 除了你 我們誰也不曉得 許婷文的前世是什麼樣子 不能光憑你一個人的記憶 我們就相信 許婷文的前世殺了你 林死千 人命的掙扎 又盡了我所有的力氣 我用剪刀 栽了尤箭箱 狠狠刺了一刀 她是一個充滿黑衣的傷口 是一個賢命垂死的印記 這個棒 會跟著她離婚投胎轉世的 那只是妳的推測對不對 如果我姐夫身上沒有遇到傷痕 她就表示很可能是妳記錯人了 真的是她 她們在說話 她們在說話 我們小孩全都在說謊以及騙人 那個媽媽也在說謊嗎 難道她不想保護自己的孩子 她就是在說謊 我可以確定 那個鬼魂一定在那裡 我知道她一定在那裡 我會不會 那是中文 他在哪兒 那是中文 他在說謊 他在說謊 他定居然 他自稱 三年了 我们结婚三年了 从来没有像现在 此时此刻 我们这么像夫妻 你一直是勇敢 坚强 强悍 理智 紧不冷酷 我始终觉得 离你好远好远 现在你看到我的软弱 和恐惧了吧 我现在看到一个人 一个寻常的男人 我们就这么贴近 这么息息相关 这只是这么勇敢的许丁文 在她恐惧害怕的时候 也只能跟她最亲近的 妻子分享吧 不要推开我丁文 我们是夫妻 任何事情 都应该一起面对 都应该一起面对 这是我的事情 我的债 我的宿愿 是我们的事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任何业照 就是共业 不管是人 是鬼 不管是前世 还是今生 从今以后 不再是你一个人事 而是我们共同的事 我现在告诉你 你要面对的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 你到底总知道 你要面对的是什么 我不怕 我不怕 我真的不怕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把你带走 就不怕 不怕 我不怕 我不怕 その人 当然 不怕 那我 我知道你在,請你出來 你在躲我嗎? 出來吧,我有話要跟你說 你會永遠永遠留在童馨的屋子裡嗎? 自美說,她可以說謊幫我擋在永昌書 條件是不准待在她家 真沒怕冬冬嚇到 她在保護她兒子 同樣的,我也要保護童馨 所以你要趕我走了 我不明白 你之前提的條件,我不都答應你了嗎 當初我會提出條件 是因為我認為你無傷 現在我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 因為你是一個背負著前世怨恨的冤魂 那也不是我願意的 誰喜歡冤死 誰不想可以活到七老八十 受重正寢 我比你還要氣還要恨還要怨 還覺得 就是你這種含怨戴恨的心態令人害怕 你的背景 沒有人怕我 除了你 沒有人覺得我可怕 我的背景 我是鬼耶 鬼還要講身家背景 還要被審核嗎 那你保證 你還要我保證什麼 那你保證 你還要我保證什麼 保證你不會傷害童馨 我本來就不會 他已經平安無事 在這裡住了五年了 這五年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你能保證 以後到永遠 你都不會傷害童馨嗎 前五年你是隱形的 可是現在你現身 說不定你會霸足童馨 也許你會附上他的身 佔據了他的靈 你會讓我們從此生活 變得不會平靜了 你會讓我們 我不明白 你為什麼這麼的怕我 只因為我是個鬼嗎 其實人比鬼還要可怕的 我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是鬼害的 是人 是活 是任一個人害死我的 惡毒的人心 比什麼鬼都還要殘忍 只有人會吃人 人會欺負人 我求求你 讓我待在這裡 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我保證 我不會傷害童馨的 他跟我無怨無仇 再怎麼樣 我也不會找他投上去的 那如果有一天 你找到了永川叔 也就是許婷文 你會 你會對他怎麼樣 不會呢 我不會對他怎麼樣 我只怕他來找我 我只怕讓我永不超生 我不敢去找他的 我說過 人比鬼還可怕 我怎麼還敢去惹他呢 是嗎 我只怕他什麼 我怕他十分老闆 你喜歡他 我怕你 你還不知道 我怕他 有甚麼事 那些人 我怕他 說你的 很怕 全地 你永不得 那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现在怎么样 打赏